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国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失利 达高敦乐台压力大增 欢迎收看日夜间新闻 旺角再次发生负射性液体 扔下街的事件 今晚大约8点左右 有人从西洋蔡南街 和下路神街交界附近的高处 投窄负射性液体下街 展商24人 包括一个4岁的小女孩 大批救护员和警员 赶到救援 封锁现场追缺空徒 今次已经是半年之内 第三宗同类的案件 长情有胡天行报道 大批箱子被负射性液体展商 坐在路边等下救援 消防员赶到为伤者清洗 我啊 大部分伤者都是头、面和手被着伤 救护员先帮他们包扎 伤势较重的要用担架抬上救护车 有伤者形容事出突然 我的脚上已经很疲惹了 我才害怕 眼镜店的人又出来了扶我进去 扶我上去 他们必须休奸 有目击者说 看到有两个胶瓶由高处跌下来 好像两瓶 找什么瓶装着的 找什么瓶装着的 有胶瓶 但当时很多人都受伤了 大批警员封锁现场调查 之后更加扩大封锁范围 晚上近八点 西洋蔡南街和乃路神街交界 有人由高处 担下一些腐蚀性液体 警员正是追测空徒 由哪一栋建筑物犯案 其中13个伤者送到广华医院 大部分都可以自己走到救护车 远方采取应变措施 又在门外设置冲洗设施 另外9人就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亚洲连治记者胡天鸣 我们的同事谭彩雲 现在就在旺角的现场 Cony 警方的调查有什么进展 现在一段的乃路神街 和后面我这段看到的西洋蔡南街 仍然都在封闭着 警方刚才就是为了方便调查 在较早之前就是进一步扩大了 现场的封锁范围 连我们的记者和围攻的图人 都不能走得太近事发现场 看回现在事发现场 仍然有大批的警务人员 在这个事发现场那里做一个进一步调查 在较早之前其实他们都是去了附近的大厦那里做调查 包括西九龙的重案组 和一些机动部队的人员 他们上到天台调查的时候 都是用一些电筒照射一下周围的环境 看看会不会有最新的发现 希望可以确定一下 究竟那个腐蜀性液体是从哪里扔下来的 说回刚才警方刚刚就和我们传媒说 今次的事件有24个人受伤 初步相信扔下来的腐蜀性液体 相信是一支通渠水来的 警方说会调查今次的案件 究竟和之前的同类案件是否有一定的关联 还有刚才警方也都说到 其实在旺角这一带 其中两栋大厦已经安装了八部 做清天眼的闭路电视 今晚的时候和明天 就会向区议会拿回录到的有关片段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最新的发现 刚才有旺角的区议员也来到现场 他们说希望可以尽快追测到空徒 相信今次的录影片段 可以覆盖到賴露神阶 在此报道站是这么多 先交给新闻报 谢谢谭彩云在旺角的现场报道 连同今次事件 旺角行人专区在半年之内 已经发生三宗有人从高处 扔腐蜀性液体下来的事件 警方圆红和启动超级电脑 但仍然都未拉到人 王明奇报道 对上一次发生高处 摘下腐蜀性液体事件 是5月16号 周末下午4点 西洋蔡南街邵曼中心对开 造成30人受伤 之前一次是发生在去年12月13号 西洋蔡南街和山东街交界 当日也是星期六 事件造成46人受伤 特首曾荫权高度关注事件 两次事发之后都到现场视察了解 连同晚上的事故 旺角行人专用区半年之内 已经发生三宗腐蜀性液体灼伤涂人事件 两宗是在西洋蔡南街 今次在奶露神街 警方早前已经将对上两宗案件合并调查 圆红金额增加到60万 也利用超级电脑协助分析追查案件 至今仍未拘捕到疑风 区议会已经在行人专用区两栋商业大厦 安装八台闭路电视 进行24小时高空监察 亚洲电视记者王永奇报道